好,来,一二三,维峰最棒! 所以我们结合了天下这么庞大的资源 然后结合建树店在地这么好的一个优质团队 然后呢也谢谢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然后以及基隆很多小学的各个校长老师们的支持 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小朋友都已经有很好的阅读习惯了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阅读活动再给它提升 再给它深化 然后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无障碍的阅读环境 那让我们基隆在地的小朋友呢 都可以徜徉在这样一个书香的一个氛围里面 然后从书本里面去找到他们人生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目标 以我们学校来讲 我们学校的共读书香其实在民国大概一百零几年就开始购置 到现在其实已经十年了 我们共读书香打开来之后 其实都发现其实那个书都已经翻到 已经快要那个凹掉了 所以这一百二十本书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及时语 那当然也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词典可以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更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值本的阅读 阅读推广老师我们经常进的到外地去参访 参访别的县市他们推动阅读的这些经验方法 然后去学习人家的这个硬体软硬体的一个设施 老师的一个对阅读推广的各种的可用的各种小技巧 我们目的就是希望说把这个让孩子在3C充斥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还能够细心耐心的优质阅读 所以我在这边在港金融教育界 感谢维丰 感谢天下 感谢蔡教授 感谢建书店 各位好伙伴们 这次的赠书活动 维丰慈善基金会 特别结合维丰东岸的独立书店建书店共同举办 扩大推广阅读风气 现场也安排AI时代与教育现场讲座 期盼透过赠书活动 带领学生进入丰富精彩的阅读世界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继续